得獎名單揭曉 導演難免興奮之情跑上台 因為能在這麼激烈的競賽中 脫穎而出真的非常不容易 今年的新北紀錄片獎 總共有77件作品參賽 得獎的只有10部 其中最受矚目的是 年僅12歲的小小導演 也脫穎而出獲得33萬元 我自己本身的故事 就是關於好學生跟追星族 他們其實可以是在一個人同樣 在一個人身上 他可以同時有這兩個特徵 就是如果你是好學生 不代表你就不是追星族 為了打造紀錄片友善城市 新北市今年第五度舉辦紀錄片獎 入圍作品主題豐富多元 不乏有跨國題材 用鏡頭語言訴說自己的生命故事 還有不少作品 則是用影像展現對台灣這片土地的 在地情懷 活動不在於大 有趣往往小處得見 在小和少的基礎上 交流往往更加深入 更能反饋到創作和日常 與主辦方而言 活動在於延續性 錢才不會買花 在地的培育和扶持才有耕耘 那今年已經有77個提案 那經過激烈的角質有20片日圍 10片得到我們的新北市的補助 那我在這裡非常高興 這一次所有提的案件 每一個故事都非常令人感動 經過激烈的評選之後 評審從眾多作品中挑選出 十部優選紀錄片 並頒發33萬元獎金 鼓勵他們在未來產製出更好的作品 用影像關心社會人文 記者王真心 採訪報導